新竹王先生 我們開辦call in 第一位是新竹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 你好 王先生 各位民主大家好 你好 我是新竹的王先生 是 我在這裡 最近看了一個工具 國民黨的工具 打得很好 就是鋪接 意思就是說 一些穿國民黨的衣服 一個倒下去 那個 我們的國民 國民黨這場 三四年來 國民黨的衣服 所有的國民黨 一個一個倒下去 大家倒下去的時候 就是小鷹要爬起來 所以我們這次選舉 一定會贏 是 還有第二點就是 我們身材有小豬 我們沒看到人 發送小豬這個 我也很想要來認養 這樣喔 是是是 好 王先生非常感謝你 不妨說我們贏 我覺得是很 艱辛激烈的選戰 來 差距可能不會太大 所以 這個綠營的支持者 你沒有團結也不太可能 來 台南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各位有三點議員要表達 那第一個 那個 中瑞雄議員 真的變才無愛 這次你沒有選 台北市立委 真的很可惜 可是 你有更好的規劃 台北市長 他們還是要祝福你 是 第二點 第二個就是那個 定語議員 但是沒有選我們這一區 很可惜 希望以後有機會投你的票 是 你現在還有嗎 好 那第三個就是最重要 就是說 希望那個 紅衣大哥 他明天的節目可以考慮 做完看 那個文堅會2.1的那個 夢想家音樂劇 以我的經驗 他們就說 創意設計費 四千 四千多萬 我看到的 只有一些人 在上面做伸展操 他最後的背景 是那些街舞 那些西化 而且他所說 最有創意的那個 船在水中 滑行 因為我前一陣子去泰國回來 我在看那個 天使劇場 就看到這個這樣的創意 所以我們票花不到一千塊 我就覺得最可惡的是 他就跟當年的花博一模一樣 扶爆這些預算 然後可是他們假藝術之名 然後去欺騙我們台灣人 我們肚子扁扁還要去支持他們嗎 再希望明天可以好好追這個新聞 謝謝 李先生非常謝謝 來台中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張先生 各位來賓大家晚安 你好 首先打民黨建議一下 十萬隻的小數不夠 希望你們能夠再多加一點 只要能夾到五十萬甚至一百萬 我相信應該會有很多人支持的 再來 因為我們很多選民都是健忘的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一個說 不選台北市長還是選的 一個說 一概政府說正公為過的人 現在在做正公為過的動作 一個說不當選 那個總統不堅任黨主委 還是堅任的 一個說一個反對直接民選的人 現在在接受直接民選 一個折斷國旗的人 他說他最愛國旗 而且在辦國旗爬 一個說他依法行政的人 結果他的健保費 等他健保費不還 然後甚至放自己之外的人 在對我們證據下指導的動作 最後我們跟洪異兄建議一下 有可能有機會 我們跟洪異兄建議一下 不管是館長還是 或是智慧 我們跟洪異兄建議一下 非常好 謝謝 張先生 我和洪異兄也選不住 沒有啦 洪異兄你前十年 你如果跟洪異兄建議一下 絕對是OK 沒有啦 沒有啦 謝謝你 來 板橋許先生 許先生你好 許先生 洪異兄 是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為了要哭他以外 去唱一句書在那裡 在這裡 他說我會哭 我沒有書在那裡 是是是 抱歉 抱歉 我告訴你 當下和媽的兩個加起來 就對不好 人家的媽 我們小英 我現在百元保證 好 好 好 我只看這個 我就是要再加速 嗯 好 洪異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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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味道 我又聽到電路 我又覺得 好 史先生非常感謝你 我做節目經歷過2004年的總統大選跟2008 老實說 我真的也沒有看過情勢是這樣 大家熱情到這種地步 願意出錢出力 來 彰化的張先生 張先生 你好 張先生 你好 你好 張先生 你好 請說 馮宇 你好 你好 各位來賓 大家好 請問 我是中華歡迎 我今天有收到一個中華館 教書館 書記公會 那個老母 老母中立就對了 有駕駛那種什麼英雄鐵 他駕給我收錢 連駕駛那些什麼英雄鐵 他才沒有去加入小英的主席 為什麼叫馬英雄的來這裡 給我 我是民進東環 對不對 他健壇 這個工作說什麼 我教書 我六十歲了 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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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我小英的主席 是 是 實在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選去選到這樣 實在是很不平的 對不對 張先生 我覺得你今天可以做節目 說出來 我覺得這很好 好 讓大家看清楚那種單位 好 是 實在很不公平 我說到這裡就好 這個選舉選到這樣 實在是很延期的 是 好 張先生 謝謝鳳山陳先生 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陳先生你好 鳳姨你好 請我講 我要講的 如果要選舉 馬英雄有 健保肥沒有落 那多少錢 只要台灣佩生 又退下 嗯 那誰說有可能 又可能 不需要這樣 對不對 就沒問題 你要做市長 你也跟他立好 我說對不對 沒問題 還有一點 有沒有 有照我太太去帶她 結果 我主宰 二十幾歲 對我做生意做到現在 結果 我不知道五千幾個 我拜託 立委 會跟我說 這沒辦法 我拜託 我自己做就知道 你做了 對嗎 我說沒意思 他說一件 補三百幾億 是 我們不要說 風山三人 我拜託 十幾歲 也很可能 不好意思 這樣就好 陳先生 來台北郵先生 郵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郵先生你好 各位來賓 台灣人大家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說台語 我說馬英雄 沒有 看這個民調 比較像今天 可以看我們 我們家人覺得很安慰 因為他們都被我們騙 結果他們 他們算我 不讓我們補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 補出來的 我看起來 很開心 第二 我們問題 我覺得 民進黨 一定要特別注意 譬如說 這次 要選舉的時候 他們的奧布一定會出來 是不是 奧布 跟以前的 五千塊 跟我們奧布 我是希望民進黨 應該 可以 像說 先處理一下 我說說 處理一下 就是說 台詐明說 如果 跟蘇公有 譬如說 前後的當時 有發生這個議員 都沒有這樣的選舉 就是說 票我們不要等 人工才可以等 因為他們要買票 他們比較會怕 我們沒有票 我們還要等到 還要等就不怕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應該先處理一下 對民進黨 應該比較有幫助 這樣吧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是 好 台灣人大家加油 謝謝 有些感謝你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這廣告 好 那麼今天 一週刊 寫說 張榮衛也有一個 農舍 那個農舍呢 長什麼樣子 有多寬 裡面種什麼樹 來 大家來看看 雲雲縣副縣長 施刻而會同相關單位 來到斗六搖狗斷山鋪地 寶玉區勘查 有週刊爆料 這塊土地的農舍 違法爛肯爛劍 地主就登記在前雲林縣長 張榮衛太太名下 但大門深鎖 只能看到高高的圍牆 無法入內查看 縣府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收過農委會水報局 他們的差異點 針對這個地點的分析 從空造圖來看 3.2公頃土地蓋的豪華 不但砍掉周邊樹林 改種高架的松柏樹 掛了一個大水池 更蓋了客房 主屋 廚房 割舍 四間農舍 明顯破壞山坡地水土保持 農委會卻視而不見 外傳張榮衛把這裡當成招待所 馬總統 吳敦英院長都是座上兵 不斷你都會來嗎 蛤 那來什麼 我的一坨啊 喔 那大廣場還來嗎 沒有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那個 很簡單的房子 裡面的確是種了非常多的樹 這是要說明 應該是也沒有違法吧 除了搖果斷土地 張家仁居住的 胡偉鎮親埔住所也被爆料 同樣是違建 原本可是特定農業區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日 大概知道 就是對手這個 競選對手的陣營 就在收集 收集資料 那我只要說 就是 反正就 就是這次選舉 好像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張榮衛的女兒張家駿強調 兩邊農舍都經過合法申請 懷疑是選舉的抹黑手段 如今縣府會堪鋪空 陸縣長強調 破壞水土保持是事實 違建部分還要再查證 好 按照三例的新聞 也包括今天一週刊的新聞 說這個農舍有3.2公頃 3.2公頃 1公頃差不多3千斑 就是1架 差不多1架 不然1架1千斑 1公頃3架 1架是3千斑 3.2公頃 1架2枚是4千斑 1架你可以ty四肱 寫雨老師 你有看到什麼裡面 истор谷 Cru Bash hoof braid 裡面還有這個環 環湖道喔 我的意思是說 當藍營在打這個時候 藍營裡面的大官 前面講過蠻久的東西都去過啊 不是 陳武雄說去過 對 陳武雄也去過 陳武雄去教什麼 教他什麼農地農用嗎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不知道 他們都知道 為了要打輸家選 為了選舉要這樣打 自己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會一週刊 一週以報 我覺得以後來編一個行路好了 農舍行路 看這些大官 尤其是泛男大官 是怎麼在做 駐這些東西 黃營 我覺得這個是 一萬公頃的參考 張融衛 對 幾千公頃的參考誰 幾百公頃的參考誰 這樣嗎 對 鴻營 如果這樣排一排 輸家選農舍 可不可以甚至排到很後面 就是小家子去看輸家選 這個是豪舌 奢豪 我們之前看的高雄的 我們之前看的屏東的 鴻營 這些我覺得 這搞不好是一個氣氛 一個這些層級的大官 他覺得他們就是要這樣搞的 我覺得這個可怕 這樣嗎 王議員 第二層的民意代表還有人有嗎 這麼多啦 我是覺得副鴻營這個 功德一件 頭到現在 王議長說要變一個行路 那本書差不多要吃膏了 吃膏的最底頁就是蘇家選那間 那個是農委會示範的標準農舍 因為農委會 在於王議的標準農舍 就差不多蒐家選 副總統好選的那種形態 合法不合法是一條界線 合法之後我們來看奢不奢華 若蘇家選那叫奢華 頭那間叫什麼 那間裡面我相信他的村口 比蘇家選那間住得大間 村口比他大間 絕對 還有割色耶 再來喔 對南到北 對東到西 現在多少藍軍做過政務官 做過部長 做過院長 做過立委 做過議長 做過議長 做過副議長的 你如果只要一天公佈一個農舍 我們兩個就 我跟水洋 我們兩個都沒有行情 你們不會做議員 人家農舍那種 我們兩個都會分交獨 所以我是覺得 要檢驗一起來 但我們看見 每一個部分就是 抓到蘇家選一個標準農舍 打到這間 結果許昆元 也許你沒有改 這個能夠講出名字 你了解國民黨的這些 大間 還是有人有農舍嗎 有 大間的農舍嗎 很大間的 裡面有醫管 裡面有蘇基房 蘇基房 就差不多 蘇家選那棟的三個月大 蘇基房喔 蛤 獨立的 不會百貴蘇基 怎麼可能 裡面還有醫管 要匯車嘛 因為車很多 蘇基房房旁邊 還有一條車口 車口也比蘇家選那棟比較大棟 車電 不是車跳 車電 可以開前櫃 開KTV這樣 有了 有了 他的廠房 我現在說 不要對話路做 因為這張都這樣 都借存起來了 唉呀 這是哪一棟 這是國民黨的 做過議長的 做過議長 那有多看 土地 剛才那一萬倍 我看那差不多是 老闆的基礎差不多這樣 也幾萬倍 差不多這樣 不然要怎麼蓋那麼大棟 這裡種什麼 奇真益草 唉唷 我如果農用呢 奇緣奇死 對 今天一週間下 今天 張同學好像不只一間 但是說 蝴蟹還有一間 今天這是刀辣 對 這是刀辣 另外一間在蝴蟹 蝴蟹那間是用茶做的 那間我以前做記者的時候 我進去彩鳳過 阿布仔漂亮 土地阿布仔看 說實在幾遍我不知道 我是知道說 流浪車可以停很多吃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蘇家全 油浪車可以停泊 油浪車絕對開進去 我分臨電腦的人都知道 油浪車絕對開進去 我哪個車架在停油浪車 油浪車絕對開進去 我一點都不怕 自備遊覽車庫 因為我有看過 因為我有看過那個房子 所以蘇家 我覺得後面如果要生氣 真的家裡用一個 灰車的停車場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蘇家專長也是應該的 一間有九百萬人要跟上 選副總統建設 人家做管政委 做議政委 做立委的 每間都一個 現在被爆料國民黨 請問哪一間比蘇家全的小間 你告訴我 我印象中沒有的 沒有一間比蘇家全的小間 大家都比大間 政府委員 朱雲鵬 要集村農舍 趙麗雲在台北 許昆元在冰東 中少和在高雄市 全部都農舍 每一間都比蘇家全比較大間 所以你覺得 我覺得農舍這議題 放掉太可惜了 真的 我覺得放掉太可惜了 要繼續打 繼續打 看最後是傷到誰 不過我很嚴肅 建議民進黨一件事 農舍這個議題 不是告假為止 反手為攻 反手為攻 不是說你去國民黨還有農舍 不是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現象不合理 農發條例要不要修 我們未來是不是立法 我們來改 如果大家認為這個合理 大家都不要吵 我覺得應該是從法律面來討論 是 那今天 這個新台灣國策智庫公佈了民調 說雙英首限黃金交叉 對不起 小英領先馬英九3% 說 小英是35.9 馬英九是32.2 其實這樣子是贏3.7% 其實接近4%了 對不對 宋楚瑜是13.7% 這是第一次出現黃金交叉 那麼請教一下徐老師 這要怎麼解讀 這一組 OK 我覺得這次民調主要都是從經濟議題 貧富差距議題來做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結果 我覺得滿合理的 一方面 其實各 其實上 我們昨天在討論南方書的時候 南方書在講 雖然中國時報做的會比較開 可是中國時報也顯現怎樣 有一個趨勢是小英在往上走 我們從目前所有趨勢來看 沒有理由小英的趨勢不往上走 然後宋楚瑜加進來 這個新國證明 叫宋楚瑜也有13% 昨天踢台的時候做什麼 宋楚瑜破石 可是我覺得 沒有 宋楚瑜聲勢也會往上走 如果小英跟宋楚瑜聲勢往上走 洪宇 那難道馬英九不會往下走嗎 那大家都在往上走 我不相信 那什麼叫黃金交叉 洪宇 黃金交叉是說 小英的領先如果穩定化 又過了那個點 那以後這個趨勢是不是能穩定 那小英是不是能維持一定的領先 其實遠間為什麼會關掉 原因很簡單 因為遠間認為小英對紓壓安 小英對於馬無的領先 其實是在4%到6%之間 是非常穩定 從他之前做選舉預測 好幾次公布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能維持穩定的領先